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我们的欧洲之旅确实是十分的震撼 一直以来我们人类大概是从我们东方的记载 大概是八千年前 我们这个人类最早的记载是从中国的福西市开始 这是有史可查 离我们今天大概八千年的历史 那么在这八千年中人类经过了怎样的变化 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些文物或者一些文明的遗迹来进行一个阻塞 所以我们是需要去接续人类这个人类本初的那个文明 那么这次我们的欧洲之旅就完成了这样一个历史的一个任务 也就是接续到五千年前五千年前的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 那么接续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就让我们十分的震撼 那这个我们是从这一次的埃及之旅跟希腊之旅 以及这个罗马之旅 把它连贯起来可以看到一个脉络 也就是说大概埃及金字塔所保留的我们人类的这个文明 大概是距今五千年前的一个文明 那这个文明在中国它叫阎皇时期的文明 就是说皇帝 是这个皇 咱们新加坡人可能都是一起皇帝 就是皇上的意思 但是这个皇帝时期 这我们通常称为阎皇是吧 子孙 咱们华人都是叫阎皇子孙 那么它实际上在大概距今历史上五千年前 是这样的一个时期 也就是在长天流域是阎帝部落 在黄河流域是皇帝部落 那么共同组成了阎皇文明 那么到今天基本上是阎帝的文明 不怎么去讲 统一在皇帝文明里面进行记载 所以这个留给我们两座经典 叫皇帝内经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的师父 他大力在推行的皇帝四经 这两本经书 这两本经书中记载了大量的东西 我们只看到了文字 这两本经书都没有看到文明的记载 就是遗迹在什么地方 因为毁坏的也都是感激不上的 但是我们这次去欧洲 收购 特别是在古希腊 古埃及文明中 他们用一些特殊的方法 保留到今天的文明一级里面 那么进行了大量的记载 大家先看这幅图 这幅图中间的这位法老 他头顶上顶了一个保龄球 有没有打过保龄球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我们人类今天打着保龄球 他为什么顶在头顶上 他左边的这个人 然后他头顶上顶的是一个 长着牛的 牛角的这样的一个小绳 手里还拿着一个书 这旁边的这个人 虽然是头顶上顶的一个 顶着一个太阳 他们称为太阳神 在这个结构他称为太阳神 实际上这是我们今天人类给他的一些名字 包括保龄球也是老师给他写的名字 他叫法老帽 法老帽 法老帽为什么像保龄球 并且他在另外一幅图上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的那个球实际上是一个螺旋 螺旋状的一个 在这个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头顶的这个保龄球 这下面还有一个螺旋的一个旋的一个状态 实际上 这个内行看门到外行 我们把这个沙漏去掉一半 只留一半 像不像他头顶上顶着东西 不是个保龄球 是个什么 是个宇宙 也就是说 自己的人体的身体 在古代的话我们叫小宇宙 人是一个小宇宙 那你的这个小宇宙 如何的违规一个整个的巨星宇宙 这是古人内所追求的 也就是说在五千年前的人类 东方的《黄帝内经》 《黄帝四经》中记载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灵性的升华 灵性的结果 包括在《黄帝内经》中他提到了 地球是怎么样的一个支撑 是不是 就是黄帝的师父说大气举致 就是说原来是地球没一个支撑点 原来是一团大气包裹着 把它扶在空中 那个时候没有太空飞船 没有望远镜 怎么知道地球是被大气包裹着 然后悬浮在空中的 所以是那么这些都在提示我们 在发现能够舒服特夹的 在北的家里的 在心中里的 目前说明什么 这个地方也有密贤 有密贤 所以 tin rr probably 那时候不要收藏 然后呢 提示的是什么 这次接续五千年前的文明 特别从西方找到了大量的这种立体的雕塑 实际上恰恰验证了我们从功夫界正果 获得的一些信息 也就是说 人类原本是要完成一个灵魂的生活 人活在这个地球上 根本就不是今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目标 就是吃好一点 穿好一点 做好一点 埃及的金字塔 这些都是埃及金字塔里面的文物 在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所有的考古工作者在今天的金字塔里面 没有找到法老的尸体 一直以来因为金字塔是一个用来示法老的坟墓 所以这些都是陪葬品 实际上我们恰强是用着自己的念头去猜测 但是今天的考古科学家告诉我们 已经打开的金字塔里从来没找到过法老的木乃伊 都是在另外的墓穴里面找到他的木乃伊 真正的木乃伊没有在金字塔里面 金字塔里是什么 就是埃及博物馆里面 国家博物馆里面 像这种文物反倒是保存在金字塔里面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埃及法老们 他们早就预知人类的破坏力是十分巨大的 但是他们就用这种手段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炸药 炸药是在后来我们中国才发明的 一般的如果是想打开法老所建的金字塔 是你不用炸药是炸不开的 它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把这个文明传承到五千年后的我们手中 那这个秘密是什么呢 很简单 今天的科学家发现我们的地球围着太阳系转 但是太阳系又围着整个银河系在转 在五千多年前我们人类开始进入一个银河系的黑暗 因为在太阳系带领地球在走的这个过程中 整个银河系是一个大圆盘 所以它走到了一个我们在地球 太阳系这个整个系跟银河的核心连接的这个通道过程中 全是大量的黑色的尘埃 然后从银河系走心射出的能量不能够直接到我们的地球上 所以在五千年前法老们就已经预知到通过他们的神通力 预知到接下来的五千年人类会越来越来的堕落 越来越来越不像人 像什么 就是狮神人面相 传递了一个信息 我们越来越像什么 畜生 狮子 爬虫 我们人是顶天逼地的生命 但是你会越来越像亲手 越来越像畜生 大家看看今年的时间 结果是不是这样 所以在2012年 我们人类进入2012年冬至日 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宇宙天象的变化 也就是人类从经过五千年的黑暗代 这个历史时空 2012年冬至日 已经冲破了这个黑暗代 进入了光明代 所以在西方开始了身心灵的决心 2012年到今天 整个西方都不再怎么去注重发展经济 它是在追求着身心灵的解脱 重新对自己的身的结构的认识 心理结构的认识 还有自己灵魂结构跟思维方法的 如何进行一个突破 对现在人类仅有的一个思维意识体的突破 所以我们人类世界在2012年 也开始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光 全新的时间跟空间 并且2013年 2012年的冬至日过了之后 2013年 全球科学家公开认可 我们的宇宙中存在着95%的真实存在物 但是我们科学不能使它展现 这不能展现的部分 叫暗物质跟暗能量 占了我们整个宇宙的95% 在去年科学家更提出来 我们的宇宙可能存在着一个 跟它相反的镜像宇宙 我们的宇宙从这个点大爆炸 经过了140亿年爆炸成这个样的 像一个山漏的下半步 这是现代物理科学家通过物质的观测 跟科学实验证明 这个宇宙是141年前形成的 从爆炸点开始的 那这个秘密原来早都被埃及人怎么样 做成雕像的 做成一个保龄球放在头顶上 那你说人家厉害不厉害 你说还是现在的人类厉害 还是人家那个时候的人厉害 这如何使自己体内的灵光 从自己的肉壳中组合成一个小宇宙形的 一个螺旋体从头顶出去 灵光升华 顶盛眼升天 才能成就不堕落 不入六道轮回的方法 原来这些大量的技术方法 今天都从金字塔中 从着目的给挖掘出来 虽然经过了人类的破坏 但是大部分的修炼方法跟技术方法 跟理论都用雕塑的形式 记录在现在的埃及国家博物馆 我在那里面足足在那四个小时 把里面带来两个摄影师 把里面所有的跟我们的人的灵魂解脱 生命进化 心理的一种无量的拓展的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大量的一些图片进行来开始 食物 他们是食物我们进行来开始 那么跟我们中国的单道学 跟佛学的密法修正相应着 相当正 我们大概将来需要十二个小时 来向大家汇报我们找到了什么样的宝贝 并且在埃及金字塔 法老通过另一个时空传递的方法 把当时五千年前的人类 如何通过两个金字塔对接的修变 然后一个阴的金字塔 一个阳的金字塔 就是一个眼睛看不到的金字塔 跟眼睛看不到的金字塔怎么对接 怎么快速的是自己的心 明 眼亮 然后明星见性 然后观到宇宙实现的技术方法传递给我们 所以我们将来在那堂课上也会给大家 教那个实用的 心明眼亮 心眼通的 明星见性的 快速的 高级的技术方法 所以大家前面都分享了不同的感受 但是令我最大的震撼的是 居然我们可以把五千年前的文明接续过来 并且这五千年的文明保留的目的就是为五千年后的我们这一代人去应用的 因为人类只有进入冲破黑暗带以后 自己才重新苏醒过来 才重新觉悟 才重新去寻找自己灵魂 生命的真实意 在这之前 我们整个人类只是为了自私自利的 个人账户存责的增加 房子的越大越好吃 越满越豪华 然后被物所迷 古人说不以物系 我们就是因物系 因物被 得到了那个物 你就会高兴 丢失了 得不到那个物 你就会烦恼 这是我们堂堂一个人 已经被物所困过 就像一个狗 狗得到一块骨头 他就腰尾七点 得不到那条骨头 他就狂飞肚子 就是我们人已经是堕落成一种畜生类的 前修类的这种生命体 丧失了自己的灵魂 当然我们在师生人面向那个 尝性的帮助下 也理解了当时 安西法老门的苦心 并且他向我们人类传递了 人类真的要争气 为什么 在五千年前 人类将进入黑暗带 在地球将进入黑暗带的这个时期 我们在宇宙中的某一个空间界的生命体 对整个地球的人类下的诅咒 这在我们南洋教下降头 诅咒我们人一代独入一代 诅咒我们越来越像畜生 越来越像亲生 所以这个诅咒 将来会使人活着像畜生 像下手 所以他们的法老当时知道了这个事实 但是没有法子去解 所以一直在西方传递着一个尸身的面相 来提醒后来的圣者 有这个方法去把这个咒解掉以后 人类才能重新从自己的躯壳中 像爬虫一样的躯壳中站起来 像个人一样 顶天地地像个人一样 所以尸身人面下的上半身是站着的人的一个头像 下半身才是爬着的一个狮子的身体 并不像有一些什么考古学家所说的 人类经过了不伦不类的 又像狮子 又像人的时空 不是这样 是在提示着我们人类被诅咒 越来越像畜生 越来越像亲生 时空到了2016年的今天 已经我们从黑暗蛋出去四年了 我们中间很多人还是不肯决心 还在追求着之前的惯性的思维意识 在墮落 在追求畜生一样的生活 寻寻一样的生活 这是很令人痛惜 这次我们从埃及截区的文明十分的重大 将对我们整个人类的整体的苏醒做出一定的冒险 西方的文明经过了古埃及到古希腊 希腊文明是从埃及流行过去的 最后到普罗马 最后才传遍整个欧洲大地的这样一个曼险 如果你们看过《创世记》 看过整个的《旧约圣经》的人 你们知道当时犹太人是从埃及逃离出去的 但有个出埃及记 所以他们出离的时候带走了大量的埃及的古老文明的 还有一些相对的修编技术 一直有人说耶稣基督是学了西藏的藏密以后 密法以后成就的 所以这个说法大部分都是人的无猜滥想 甚至是别有用心 那么我们这次希腊考证 埃及考证 古罗马考证的话 我们可以断定 耶稣基督所传承的 完全是古埃及的密法 跟古希腊、古罗马的密法 临度是我们想象的是从东方移植过去的这种密法 所以他在教堂中用另外的符号 把这些古埃及古希腊的修炼技术方法进行了描述 将来我们有一个对比研究 叫宗教学的定义文章 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高度的东西 并不是说一些什么天上看到什么 地上看到什么 而是说我们整体的人类到今天应该觉醒一下 那么他们为什么这么费劲 搞这么一个雕像 那个帽子重不重 那个保龄球那么重 为什么老是顶在头上 有什么好 所以这些人都可以说 就是都是一些密法的传递 告诉当时的人类 五千年前的人类 他们法老掌握的这些修炼密法 怎么使我们的人可以从自己的躯壳中脱离出去 成为人上的 今天叫上的 这些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躯壳中脱离出去 所以这个大家是很有福的 无论你参加了还是没有参加 实际上我们最后都会把真正的人类应该怎么做的这些秘密 把它揭露出来 那么包括古罗马的文明 也就是说大量的东西在教堂上 以前我们在中国叫师徒传承 就是师父带土地的传承 甚至我从我师父传承来的很多的密法 在道藏中 在佛经中都是找不到的 那么我们一直在寻找着西方基督教系统 天主教系统的师徒传承的东西 之前我们在圣经中没有找到 只是找到了一些告诉你要去教堂 他告诉你要走进主的店 所以真的你走进主的殿堂 所以真的你走进主的殿堂 主的殿堂有两个 一个就是你的身体 所以你要去回归自己现在的身体 但是你的身体里面是什么 你是看不到的 这是他们用建教堂的方法 把你整个身体的结构在教堂中占进去 你的十二经过 八卖到三十六个大学 你的左右双肩的肩脊 头顶的摆回 用起来等等 这些结构 既然他们利用教堂 把它完整地展现在教堂里面 跟你的身体一一地相对相应 那么里面并且有大量的修炼的技术 那么也证明当时耶稣传给十二门徒的东西 实际上不在圣经过 在哪里 在教堂 那么教堂里藏着的秘密是什么 就是如何让你成为真主 如何让你获得永生 又跟我们五千年前的《皇帝内经》的记载 以及古埃及的文物传递的信息和什么 所以我们综合一下 从现在往前所能够数到的所有的古圣显现 就成为圣者的这些人的高端智慧 都停留在不做人 而要完成化变这样的一个高端智慧 而不是像我们现在依然的去要做人 并且做一个俗不可耐的人 这样的一个世界上 所以这次的欧洲之力 加上我们之前的欧洲之力 已经可以完整地把五千年前的人类 怎么样的到两千五百年前 我们的老子时期 到佛陀时期 到耶稣基督时期 这前面的两千五百年前 两千五百年的东西 我们可以进行揭续了 并且相当满足 再加上今天从耶稣基督老子 佛陀释迦牟尼 传递到今天的两千五百年的文字记录 描述 就更满足 更让我们看到 我们这些还懂得一点修炼 还有一点灵性不畏的人 这一生的使命是什么 所以这次是整个完成了一个东西方 我们明教 完成了五代五千年前到现代 连同我们现代科技 结合现代科技 可以向大家揭秘 整个宇宙实相 人生实相 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新文明时期的 新文化的奠基 我们就完成了 这是我们从2013年 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 我们活在一个95%的不可见不可知的灵态世界中 以及加一个5%的可见世界中 古代叫显态世界和灵态世界 所以这次你们可能中间很多只是参加弊谷班 而没有真实的参加过系统修炼的人 可能听他们讲的一些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觉得你们怎么在胡说八道吹牛 是不是精神病院出来的 怎么会讲这些东西 你觉得很奇怪 实际不奇怪 我们的世界中本来就有一个影态世界 影态世界是对今天的科学家所有的仪器 不反应的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里组成的物质是由暗能量跟暗物去组成的 所以这个居然占了我们宇宙中多少的比例数呢 那是它的总体的比例是我们宇宙间的95% 记住啊 你们现在就活在宇宙间 比如说宇宙跟我没关系 我活在地上 这个地球就在宇宙中了 那么整个宇宙中的比例数 影态世界是占了95% 我们生活的地球的空间也是同样的比例数 甚至你的家里也有95%的影态世界 五八现在只不过是你看得见的家里的东西的摆设 那个95%的看不见的 才是家里的生命场 所以我这次在希腊特别地让他们体验了一下古代的一个音乐场 他们在古希腊的亚点大神庙前面建的一个音乐场 是一个扇形的 是一个扇形的 扇形的 那在这个扇形的这个厂它有个漫线 我点了以后让他们在那里站 站了以后我把那个厂借助5%的有形的东西展开以后十分巨大 这种厂的东西也有点像磁场 你们理解磁铁 磁铁可能只是这么大小一块磁铁 但是这个磁铁 它影响的一个磁场 形成的一个场是巨大的 只要它的磁铁够 你在这儿放一个铁钉 它送就把它吸进去了 但是磁铁只在这儿 为什么那么远它就吸过来磁铁 然后场立磁场的作用 把它吸到中心去 那么这个95%的场 有磁的场 还有更多的暗物质暗能量组成的场 它起着决定的作用 实际上我们买了房子很可怜 你只会用那个5% 这个是叫显态的世界的东西 那另外的95%的东西 这是物质世界的东西 你的家里的桌子椅子四面墙 你只会用这个5%的东西 那都是5%的东西好不好 但是你如何利用这个5% 把那个95% 通过这个5把它展现出来 他们在那个音乐场中一站 实在还没进去那个场 只是在它的场的范围内一站不同 整个场一结束的时候 在一关那个门 场没了 他们感觉又不同 所以这种方法就提到于神 提到于心的话 那么是真实的 你的自己的生命不会有 所以当天又重死 2013年是一个化时代的年 记住这是张老师告诉你的 也就是从2012年之前的这个时空 我们叫它旧时代 2012年之后 2013年开始 叫新时代 新时代的人类要换一个思维方法 你不能还用旧时代的东西 旧时代已经过去了 就是在那什么 固执时代 我们利用几百年的西方的科学做了依据 建立了一套亡物的思维模式 思维观型 你要把它打扣 你要重新建立一个适合2013年之后的 新时代的思维模式跟思维观型 大家要对自己进行洗脑 把旧的那个肮脏的东西洗掉 换成全新的东西 这个全新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更加重视那个大西瓜 而不是仅仅重视那一粒小脂 所以是科学家无奈 因为他对引态世界完全不能够长进 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去引态世界中 去遨游 去沟通 去连接 只有修炼者才可以 系统的进行身体 心理 灵魂 思维模式的改变的人 才能进去那个世界中进行灵魂 因为完全不能通过仪器使它展现 《飞水碧》是2012年的冬至日 冬至就是我们在古代冬至是新年的一个开始 是因为2013年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光明代 已经从那个黑暗代中出来进入了光明代 所以在罗沙特曼斯的大宇宴中 旧的人类将终结 所以当时人类造成一个恐慌 说我们地球要爆炸了 宇宙要爆炸了 我们人类要死亡了 因为我们是旧人类 但是我们过去了以后才发现 原来死的是我们旧的思维模式 开启的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 你的身体并不需要死一次 是你的思维仪式旧的东西 要死一次 要换成新的 叫床生 但是我看现在大家还是没有床生的 还都是老生长孩 还是活在旧的世界都没有床生的 这是这次你们上过山 去过欧洲的 或者参加病毒之旅的人 用自己的身体提到余生 终于做了一次尝试 这种尝试是对我们旧有的50%的世界的颠覆 理论的颠覆 医学的颠覆 心理学的颠覆 思维科学的颠覆 记住 通通要把它翻过来 你以前不重视的东西要重新装饰 你过于重视的东西要放一旁 所以这是一次新的革命 新的点 是对自己的一次革命 对自己的一次斗争 因为我们最爱的是过去的过 你习惯于那个颜覆 不肯 但是你不肯改变 永远不能做新的 你永远不能够成功 你是被淘汰者 被时代的所淘汰者 所以我们要在新时代做新人类 换新思维 换新的身心灵结构 你的身体要适应新时代的一个结构 你的心态 你的心量要拓展到 适应新时代的心态跟心量 你的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 你的思维观景要适合新时代的一个思维观景 超发进去 超越自己之前的逻辑思维 形象思维 到一个超然的灵感思维 更上的一个超感思维 那就会打造一个超人 新时代的人一定是超越人的人 这个超越人的人 古代叫神人 没什么神奇的 我这学生教了将近四百个学生了 里面有一半是现在变成神人 他在二年级 我们就会帮助他完成一种 身外身的画变的这样一个系统的教学 成功率很高 达到95% 十个人有九个半人 是可以进行神人画变的 那半个人是因为他们自己不改变 没办法 老是喜欢用自己的主观意识去做 所以是真正参加过二年级课程的神变的几率 我们是在做实验的科学工作者 只不过是用的是古代科学加现代科学的双科学体系 而不是仅仅用现在的物质科学 因为古代的这个以代里面的科学 阿武之世界的科学今天完全不能够科学 对它不只是知道存在 是真实的存在 但是不能够去发现它的规则 所以它不能产生任何的作用 但是在释迦牟尼时代 耶稣基督时代 老子时代 早都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实验了 对这个世界进行过科学实验了 每天把里面的天分成二十八重天 并且按照佛经 启示经来记载 我们人类原本是光明天来的 不属于地球上 圣经记载着我们不属于地球上的生命 我们是属于更高天界的生命 因为有罪而堕落到地球上来的记载时代 这次我们去希腊 打开了周四神庙的时空场 打开了耶得那神庙的时空场 连通了高明天 连通了四节天 带着他们回去见了自己的老父老母 是在天上的真正的父亲父亲 学员们都哭得吸里巴 感触特别的深 这也佐证了2500年前 关于5000年前的 甚至8000年前的人类的一些东西 甚至上几个人籍之前的东西的记载是真实的 这就是时空场可以进行联织 它还有一个通道 时空通道可以进行联织 所以大家要重新地对自己进行洗浪 不是要别人对你洗浪 你要换一个新思维 换个新视角 新的眼光 新的角度 再重新看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真实像 再重新看我们活着的人的真实像 你去寻找活着的真正的目的 所以这次的欧洲之旅 对我们整体的教学目标 肯定了我们之前的教学的方向 确立的我们今后怎么样更系统的 把东西方文明融合成一个新文明 开创一个全新的新时代 引领人类走上新的真 这样的一个历史使命 让我们OOSS更多 所以所有的要进行小宇宙跟大宇宙绘画的人 你一定要完成一个双双螺旋的结构 所以我们这次在欧洲很多的教堂上拍到的 不是单螺旋 我们今天基因科学家只发现了一个双螺旋结构 一个双螺旋 这就是人类的DNA 生命DNA 那这个双螺旋结构里面有ATCG 四种物质 四种物质 组成了它的简隙 然后连成和它配对 所以我们以前一直以为 这就是生命的实相 实际上不是哦 为什么我们现在才知道不是 原来在欧洲的古妙上面 它又多出了一个双螺旋 也就是两个S 这一个螺旋是我们现在属于物质世界的螺旋 所以今天的科学家通过仪器 高倍显微镜可以侦测的 这个螺旋呢 暗无止逼骂的螺旋 所以这个为什么今天的科学家没有侦测到呢 因为它是暗无止的 但是在古教堂上 古天古教堂 跟我们的古文化的夫妻女娃图中 实际上大家固略了一个夫妻寺 有一个尾巴 那个啊 女娃 她也有一个什么 卧妻 这是一个双双螺旋的结构 一个物质的结构 一个暗物质的结构 才能组成一个共同的生命 在我们的人体中 也同样存在了95%的暗物质世界 这个暗物质 那么只有真正掌握了修炼方法的人 才可以主动地使用暗物质 使用暗物质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可以不停地闭谷的原因 真正闭谷的人不是不吃东西 而是吃暗物质 那个叫天脸 这就是天主教中祷告说 请主赐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但是我的一个学生 他就很用心去找希伯来文 找希腊文 最苦的圣经的版本 把那个意思翻译出来 原来这里所说的食粮 不是我们有形物质的食粮 它可以翻译叫精神食粮 精神食粮以前 我们以为是大脑饿了 想着不饿就是精神食粮 今天才发现 这个精神界的食粮 是灵魂世界的食粮 原来是来自天体的 高位空间的 以及融合在我们地位空间中的暗物质 所以你会摄取暗物质 暗能量的人 你的物质的需要就少了很多 否则你要靠拇指释放出能量 来撑这个皮球 撑你这个气球 你现在把那个气球 现在的已经装进去的臭气 这个气球放掉 所以你就会变得描述 接下去冲什么 从更高级的958千的暗物质 暗能量时代冲 是不是 不吃 不饿 有精神 这就是鼓方鼻鼓 跟我们今天所谓的断食法 完全不同 断食是对自己生理的一种摧残 短期有益 长期有害 但是鼓方鼻鼓 他们前面可能跟你们分享了81天没问题 49天更没问题 21天小菜一碟 都不会饿死 现在医学的话 你不饿死 你也基本上是营养不良子 但是他们都活得更好 放到三高都没有了 那今天的医生拿三高完全是没有办法 但是用这个方法居然把三高都给搞 所以我们在鼓鼓期间 你用高血压、糖尿命 不要吃药 越不吃脂肠越降下来 那是什么 证明那些药 你依赖它 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伤害 为什么 加重了自己的心肝疲势 特别是肝脏的排毒的压力 你直接去大量的毒药 要用肝 肝需要大量的工作 把那个毒再排出去 没之 但是大家一旦被宣判说 如果是三高了以后 就怕有问题 就不停地吃药 结果你越吃药 问题越大 当然我们不是贸然地 让大家停止这些药物 你要在科学的、理论的 还有科学的技术方法 那会启动你来世界的能量 这些方法的前进下在停药 也不是现在听说张老师一说 回去把药都给愣了 那你不高才怪 对不对 因为你依赖他才不高 你现在突然不依赖他 他肯定高给你看 但是你有另外的方法 去调制他 他就可以不高 不高就不吃了 为什么去吃 所以说我们是一群实验工作者 不是一群疯子 都不是从精神病院出来的 大部分都是高级百年 都长了一个科学的头脑 是一群真正的生命科学的实验工作者 把自己定位在这个层次上 把自己神圣性、高度性、尊贵性 证明我们通过这次欧洲之旅 证明我们的教育体系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OOSS这四个字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你要从自己的小宇宙中回归大宇宙 你头顶上要有个保龄球 那么他们现在科学家叫的 所谓的太阳神也是错误的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太阳神 那个本身就是你的什么 本身就是灵光圆满的一个大的 一个西天月圆满之后的灵光圆满 是这个东西 它不是太阳 但是又不好形容它 说是在香古民佛时代 它把它称为大日如来 为什么 它很亮 但是不要眼 叫光而不要 光而不要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太阳神 它就像佛所说的大日如来 来形容你的佛性之光 灵魂的灵光 灵魂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灵光部分 一个是魂魄系统 它是两个东西 那么灵无染 魂魄有染 所以灵光的圆满 实际上是在古代是至高无上的追求 灵光圆满了 那你这个就成就了 那你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出这是个女的形象 那你头上都是牛 就是阴神 就是阴我 所以这个真我的 右边一个 左边一个 一个阴神 一个阳神 阳神要帮着修阳我 阴神顶着个牛到处去撞人 还很会算计 把什么都拿成梳子 输一遍 输一遍 生怕把那个钱放在里面 没掏出来 现在的人很会拿小蒜盆 披拉啪拉打一打 算计算计 就是阴神 所以它代表的不是两个派遣 是代表一个阳神一个阴神 那么在某些雕塑上 可以看到这个是男的形象 这个是女的形象 为什么 这个看的不是很清楚 因为他没有乳房 那个阴神有乳房 所以用女的代表阴 用男的来代表阳 你不能说这个人怎么 是双幸福工作者 又有一个女的老婆 又有一个男的老婆 那么这个你就玷污了圣者了 不是 他是自己体内的阴阳神 只有在阴阳神都调和了之后 那么你头顶着这个宝灵球才能圆满 保留情的圆满 它的命运在于使用两个宝灵球 叫阴阳指在颠倒颠 然后使一个有形的宝灵球 它头顶上还有一个无形的宝灵球 这两个宝灵球指在一起中颠倒颠 把阴阴阳不停地综合 最后才能回归中间的那个宝灵 生成的一针法界点 所以古代科学期不得了 在五千年早都发现了 αν pictureYiiii that holds anloop 很像一个ço的衝销 有以马在走的一步 像成于一个宝灵球 并且它很型 casual的 äd肋板 马上也有 wao ciao 我才明白这个保龙球原来是这个意思 并且中间上面的最高的那一点 代表你这个大姐姐 这些细的东西将来在系列课程中 我们再跟大家去分享 说说我们OOSS的标词 第一个O代表你的小宇宙 第二个O代表大宇宙 你的小宇宙终归要回归那些大宇宙 获得究竟的圆满 第一个大的 第一个小的是你的灵光 第二个大的是一真法界的灵光 当你的小灵光回归大灵光的时候 你就功德圆满了 你就成功了 并且你的灵光向来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只是一个回归不叫重新创造 SS原来是要靠两个螺旋 一个固执结构的双螺旋的认知 还有一个安置系统的双螺旋的认知 叫SS 或者是OOSS 你这一生通过OOSS这系统的方法 就有希望去回归自己要回去的真假 现在来说 我自己跟藏起 危险 Base 蜘蛛的�� 在地方的去年纪 foreign 何 这个是不是一个捷径的状态呢 一个捷径 这个佛陀所讲的网红西方法门是一个很殊胜的法门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很容易的法门 为什么呢 我们宇宙爆炸的时候是从一针法界开始 就好像整个大海中打出一个浪花一样 有一个开始的起点 所以我们要回到这个起点 回到这个起点有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叫纵钞 就是直直地从上面上去到达这个点上 那这种纵钞叫一生成就方 它要显密原用 那么可以一生成就 比方说我们的藏密 汉密 很多的还有禅宗 都是一生成就法 就是活着这一生就要完成回归这个法界点 这样的一个方法 那么因为很少有人能够达到这样的水平 特别是年老的同修 他已经时间不够了 那么佛陀就另外说了一个横钞 就是从这个地方装个孔 从这儿出来 那从这儿出来 他到了什么地方呢 他只要从这个地方装个孔出来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一针法界 一针法界里面 阿弥陀佛用他的愿力在法界中建立了一个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他一旦能够针法出来 佛 阿弥陀佛用他的愿力就把他接走 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呢 是成就了吗 去干什么呢 看你去哪一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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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不去分析酒品莲花到底是什么 只有一个目的 去那边还是要修炼 对不对 不能说去那儿小谷 有的人说我去极乐世界 为什么去极乐世界 极乐嘛 当然没有痛苦了 我就想活 我说没福祉啊 你现在攀腿可以攀几个小时 他说一个小时腿就麻 我是去那儿惨了 二十四小时 很痛苦啊 没事干又不能说拼 又没有风景可以看 天天就说 南无阿弥陀佛 树念出来也是这个声音 你耳窍出来也是这个声音 你烦不烦呢 他说那我不去了 你看 他说不要蒙人不要骗人 去那儿是修炼 那修炼要经过多少 很长时间 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办法消业障 所以你所有的业障都要通过念佛 通过诸佛菩萨的帮助去修炼 所以去的人要经过好长好长的时间修炼 九品各有成就的事件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 所以这是一个很难成就的方法 不是很容易成就的方法 但是他的好处也是一生成就 就是说对于有些人他的道心不坚定 怕这一生不能成就 然后还有六道轮回去收苦 所以是他一旦的觉悟了 用念佛法门 从这个横超出去了以后 被诸佛接引去诸佛经过 不光是只有一个阿弥陀佛经过 很多经过 那么你去那都一生成就 为什么 不用再来 不用再入六道轮回 就这么一个好处 但是很难去的条件 没有那么容易说念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就去 为什么 在阿弥陀经中 他有三个往生条件 你看你复合不复合 第一 不可以少上根 第二 不可以少福德 第三 不可以少因 上根是什么 上根就是 你去是哪个去了 那个根是什么 就是你要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才扎下自己的莲花的根 才能化生莲花 有没有这个山根 没有去 第二个就是福德 福是福报 德是功德 福报你容易积累 捐点钱 那么福报里面有这个显态的福 就是显传功德 就是你做了好事 人家表扬你一下 还有一个因德 因德就是做了好事 没留名 别人不知道 那还有一种叫玄德 玄德是挤这个功德在天界 在六道共生里面挤 你没有身外 身体挤不了 那么至于说功德 那更不容易了 你如果不发善根 你的菩提心不出来 你的那个灵明的 明心见性的明心不起来 那么你一点功德都没有 所作皆是福报 所以当时这个 这个达摩祖师到了中原以后 梁母帝问他 说寡人见妙无数 摘僧无数 功德若和 然后这个达摩祖师说功德也无 为什么 他执着于自己有功德 所以功德也无了 功德本身是从自信中出的 你那个叫福报 所以梁母帝最后去了天界 去了天界 那么去天界他不要 说我把天府 他最后走的时候 他知道他没有完成了 我天府都不要 我捐了 又转世为人 又转世为人 现在还在人心修道 那么这些东西故事告诉大家 不是捐点钱 不是垫点佛就可以成就的 你要明心见性 找到那个根 找到那个本 你才能够建立功德 否则你只有福没有德 德是功德 因缘 因缘是什么 你要种下那个种子 叫因 还要不停地给它浇水 那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是要什么种子才可以去啊 菩提心 菩提种 出离心 发出离心 就是我不要再溜到轮回中 再生死轮回了 菩提心 我不单自己要觉悟 还要觉悟别人 最好还有个十项菩提心 你还要练出自己的保月轮来 所以你不用这个去下种子 你如果说我去享福 那叫种天这种子 那个叫天上的福报 我想吃什么就有什么 我想喝什么马上就能喝到 那叫天 那叫天种子 那不是极乐的种子 就是没有这个广生极乐 去做大修行者 将来早一点成菩萨度众生 没有这个种子 就没有这个因 你就再多的缘也是去了天界 所以你看这三个条件 容不应做得到 还有那些法王跟你灌顶 那些灌顶去西方极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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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基本上是胡说八道的 就是法王给你灌顶 可以让你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灌顶实际上 它是要通过师父的内功 把你的脉轮打开的 要有真修正者的大修正者 他已经通了以后 他才可以帮人打通 他自己温身是病 他怎么帮人打通 真正的认度一通 百脉皆通 百病皆效 他没病 他自己认度不通 他怎么能帮你打通 怎么把他打通三脉九轮 就是说 不是说一个有名的法师 给你摸摸顶 灌灌顶 撒点点水 然后就叫灌顶 那不行 真正的灌顶 他要师父有一些真的修行的 灌顶好用 灌顶 是现在很多冒充灌顶的 所以说灌了顶就可以往生西方 甚至说你死后可以破瓦 给你的灵直接送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都不说法道 坏英国 为什么 这个人比释迦牟尼还厉害 如果释迦牟尼再是可以做这件事 我想我们现在人都不在了 他老人家都把你的灵都 你当时还活着的人也把你弄死 给他送来 当然就这样嘛 可以嘛 没有英国 先让你死死了 我抄读你去极乐世界 你不要等了 佛陀不在了 没人把你送走 为什么我们在楞严经中看 这是胡说八道的 楞严经中 奥奈是他的堂弟 是他的表兄弟 懂不懂 然后奥奈又是他的大侍者 就是天天伺候佛陀的 那么最后佛陀的骂 不修证 佛陀讲的方法 他不去练 不去修证 这个奥奈 他就表述了一下自己的感想 当然我是给他把心里话说出来 经上不是这样说的 他心里话说我天天伺候你 我又是你的堂弟 你成佛好意思不带着我 佛陀就语众心诚地说 身心不可量力 因果不可以回忆 所以佛陀的魅力 使他堂弟生极乐世界不来了 使他堂弟直接生活了 现在哪一个佛佛 或者哪一个法王有佛陀的本领啊 我们只有一个老师叫本师 世家努力 我不要搞错了 那所有其他的老师都叫亲教师 叫辅导老师 他说他还有个编子 他跟你打了一下 他等会交给你一个编子 这个是真的 这个是真的 但是这个方法是很笨的 一编 那你要让他打多少编 无始劫来 你所有的罪业 那要打无始劫的编子 那个叫海量的编子 打了会船啊 这个是管于你 但是是很笨的 要学明星见性法 就是业罪本空 当你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空性大体 挣出来的时候 业债一下子 这个道理很简单 我们这个上面很多灰尘 这张纸上很多灰尘 普通的 你打一边的 削了一笔灰尘 再打一边的削了一笔灰尘 再打一边的又削了一笔灰尘 这上面无量节的 无数的灰尘 你要打无数个鞭子 我想他也会打累的 这一辈子打无数鞭子 他也打不了 对不对 所以什么都 专法能是把气脉练通 不是说拿个法轮子 怎么玩就专法 你专他们的削业障 削业障也是对的 也是这样灰尘拿来拿去的 你转一圈削一点 转一圈削一点 你就不知道转 反正转晕了也没那么小 明显现性很简单 我找到自己的空性佛体 就是我只看到这个纸上 有灰尘一笔一笔的 我没看到这个本体 所以你就只能用慢的方法来宵夜 送经念咒 被打鞭子什么的 这些都是被折磨 都是宵夜的方法 但是你无良解重罪 不太容易消 所以佛法的明显健行法 一生成就法太高级了 就是说我找到本体 找到本体上面很多灰 对不对 很简单 好了 没有了 他也没有了 本来无一步 我何处是什么 这个才是你追求的一生成就法 所以找个明师知道 你怎么去明显见性 然后从自己的空性中入一生开始 好吧 还有什么问题 时间复杂了 再问我一个问题 你吧 是你 是 是这所跟你相的脉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脉脉跟两肩脉脉 对 左右两肩脉有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对 对 如果是你离开这个鼻骨期间 还是要吃五股杂粮 对不对 那么就是说 在鼻骨期间 不是也让你吃一点水果 没有经过盐 我加工过的这个花生 这些大红枣 这些都是可以替代的 壁骨型 过后也是你如果不想吃骨的话 你就用这些水果蔬菜 这些果类的 坚果类的都可以替代 替代 那就是跟壁骨 还是要练壁骨的守绝 还是定期的 如果能够静坐一会儿 连同天地 这是最好的方法 就可以以致坚持 不吃 指标就是很简单 不饿 有精神 不想吃 就不吃 就继续逼下去 没有问题的 逼个几年都没有问题 对 印度一个老子 我讲壁骨客 他七十年没有吃 活得还挺好 他连水都喝得很 都不喝水 就是每天早上拿水 噗噗噗噗噗噗 噗噗噗噗 噗噗噗噗噗 就可以了 他连水都不喝 那就是典型的壁骨 有些人最初发生的精明感 那就不要吃 你吃别的坚果吧 松子仁啊 杏仁啊 这些坚果都可以大方找 有的人是发生过敏症的 就不停止 对不对 这些坚果 有些坚果 有些坚果 要吃一点坚果 因为你总是吃水果 胃寒 吃一点大农枣 吃一点坚果 你们新加坡 还有一种东西 榴莲呢 榴莲可以吃下去 然后它就热了 胃就不寒 主要保持胃不寒 胃寒了你不舒服 然后就要想办法调到一个和谐 不寒这个水 但一不可以天天吃榴莲 就燥了 燥了又不对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妹妹要问 她就是说想一度晚餐就是吃这个 屁股的餐 然后下午呢她就都吃 那么多 可以吗 那个是不叫壁骨 是有一点帮助 但是不叫壁骨 她虽然不见了一次 所以一半年 一半年 一半年 但是那个信号没有断 真正的壁骨生存 真的没跟你们讲 体内有三十九重 很多细菌 都要把它清出去 你给它一点 它就有劲儿生存了 到一个时期 你像我这次典型在阿尔卑斯山 有跟马来西亚的学员跟着去了 他就典型了 大概二十一天 他就关到自己体内很多虫飞出去 飞虫 飞虫飞出去 去了哪里 那些不必的人都飞去他的水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你说是 你修子观有那种 我当你开心的 对啊 这种感觉是 是啊 你的心里面点亮了灯 当然就亮它了嘛 就开心了 对啊 心门就打开了 对啊 蛮好的感觉 是 咱们就继续开心下去 OK 时间到 谢谢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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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